大甲媽繞進彰化 卻有人点燃信号弹 一途闹事 现场顿时火光刺剑 树名园警一涌而上 牙齿住燃放信号弹的 16岁少年带回警局 为求妈祖绕进平安 警方光是在民生地下道 就部署了三百名警力 但现场还是冲突不断 路旁水果摊的篮子 直接被拿起来乱丢乱砸 信众为了抢轿摸鸾架 在现场发生至少四次冲突 幸好警方都即可阻止 大甲妈组轮轿 10号凌晨两点左右 在警力列队护驾下 总算顺利通过民生地下道 继续前往南瑶宫住驾 大甲妈绕境 不少彰化子弟 都会特地返乡接驾 是在地一年一度盛事 但途中仍有不少情绪高涨的信众 为了强调发生推弃 也让绕境祭典变了调 接着李孟章 彰化报导